憤犬師爸爸 兒子、狗狗都Good Boy Go in 走啊 走啊 Sit down Good Boy Hand up Hand down Row, Row, Row Row, Good Boy Row, Good Boy Tan-tan 可能你會覺得很混淆 究竟這位人兄是訓練這個小孩 還是旁邊的狗狗呢 那當然是靠狗又靠人 有十七年訓犬經驗的Dakki獲獎無數 現在有三隻狗 其中一隻還是盲的 兩年前她初為人父 討論到原來BB和小狗 很多共通處 Dakki就覺得 狗狗和小孩都很聰明 一旦知道爸爸媽媽 或者主人很疼他們 就會回頭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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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 up 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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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裝 整遍你海風 你不管他幾分鐘 他卻又迫回去爸爸 請 謝謝 OK Bakky就觉得 小孩和狗狗都分别懂得 透过哭闹和废叫 来控制父母和主人 他就觉得 14个月以下的BB和狗仔 用行动来代替语言训论纪律 就时半功倍了 这位睡犬达人狗仔 硬是good boy well done 不利口的 他就笑着地说 这些简单的发音 注入去BB 或者狗仔的脑里面 让他们慢慢长大 就可以尝试指指指指令 难怪一问到狗仔 怎么是good boy 他就弹弹声把玩具乖乖放入箱 两岁的海峰 董三只狗狗是好朋友 自小已经识得和狗狗相处 Bakky就说 儿子在旁边看着他训练狗狗 潜移默化之后都知道 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 那就省下不少的口水了 no no no